哈囉大家好 那上一次這個 我們上一次的影片 已經很快的 就把這個日本職棒 給抓完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改 抓南韓職棒 OK那 南韓職棒這部影片應該會很短 因為招式實在是完全一樣 就沒什麼好講 這在威聯系的裡面我們趕快點到這個中文 唉我現在個人實事比較忙 就沒辦法一直拍影片 你可以看棒球 那我們就直接看南韓職棒 OK那我趕快講一下南韓職棒 南韓職棒跟日本職棒基本上87%響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隊伍比較少 只有10隊 那大家可能很不熟悉這10個隊伍 或者你這個可能也沒聽過 Nexon Heroes 或是LG雙子 OK那他長的跟日本職棒 很像雖然有像是樂天巨人 像日本也有一組叫樂天 OK 只是不是巨人 OK那 也有人家這個 這個三星師跟奇阿虎這一些 也有跟日本的一些 西武師這些是 名字很近的 OK 但是 所以基本上我是說87%響 所以呢 度音盤上會滿總文盤的 就是這樣 OK那 我來教大家怎麼寫 OK那上一次大家已經有我們這個日本職棒的城市了 那 我這次打算用比較簡單的 欸 OK 我們把它縮小 你說這怎麼縮小 OK 這個套件全部都照樣去import OK我們直接開一個新檔案 我們在這邊開一個新檔案 呃 等一下 OK OK 然後把這邊裝的套件這樣把它貼上來 喔 那 後面的這邊呢 我已經講過了 OK 這一個是 欸 轉大一點喔 這一個是 抓網頁 然後呢 抓賠率 這邊 這邊六個函數是抓賠率 然後這邊Dictionary 就是把它寫成一個Dictionary 那 那 那 日本職棒有 呃 敵人上有六場比賽 但是昨天只有五場 所以我們就剛好直接超過來就好 然後這一塊呢 就是把賠率輸進去 所以這就是一整塊 那我們把這一整塊複製過去 OK 然後後面呢也有兩塊 就是 讓分牌 那第三塊就是總分牌 所以我們就全部照複製過來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前三部影片的話呢 到這邊應該都沒有問題 OK 然後最後呢 就是 第三個 這個總分牌把它輸進來 我們就全部照抄就可以 那最後呢 我們昨天叫Nippon Baseball 那我們今天就叫做南韓職棒 可以 所以一般簡稱就是KBO K B O 就是Korean Baseball 那你說阿這樣不是照抄嗎 阿這樣有什麼了不起 喔沒有了不起 很快就講完了 我們就把這一個呢 把它分別換成三個賠率 那多硬盤先 那大家 我直接檢驗往原始碼就可以 喔你有時候要等它跑完一下 不然它會出現一些怪怪的東西 我會把它直接輸過來 然後把View Source砍掉 好 好 那 接下來就換成是讓分牌 按錯了 好 這邊馬上就好了 我們就看一下我們的讓分牌 那 最後就看一下我們總得分牌 好 就把它放在我們第三塊總得分牌 那你會說這樣這樣 然後把View Source一樣砍掉 看一下這View Source砍掉 好 好 那你是不是說這樣就完全跟日本職棒一樣 我不一樣的就只是炒下去 好 我們把它 RUN一下 所以大家如果有看過前三部影片呢 寫到這裡應該是完全沒有任何困難 不然的話就把櫻木暫停 然後 看看 把程式一樣要照抄就可以了 如果真的都聽不懂我在說什麼 OK 然後這樣就沒問題 那 那我們接下來就走到我們剛剛 這個 這個新的地方裡面看看 是不是有多了一個KBO 我們是OnTitle這一邊 所以我們的程式在 看一下 OnTitle這一邊 我看一下它是落在哪裡 不好意思 應該會出現一個Wordbook的KBO的SLS這個檔案 重新整理一下 喔這個KBO完 OK我們來看一下 WOW 看吧 是不是 抓完了 OK 所以每一隊呢 這是獨音盤的配率 比如說斗山熊對寒花音是1.5比2.5 那我們看一下 獨音盤 斗山熊對寒花音 1.5比2.5 對不對 所以其實它到時候開盤 你一定不會開獨音 對不對 獨音的話 斗山熊就很容易贏 對不對 一定會 大概八成也是開寒花音 扣1.5會等於 欸 寒花音加1.5分會等於斗山熊 所以斗山熊應該是1分數50 這種這種賠率 OK 以台材來說應該就是這樣開 OK 那這個這些賠率 那比如說看這個 你看吧 它是不是斗山熊-1.5會更寒花音 正常 OK 所以這1.8跟1.91 這個也是 威廉希爾很喜歡的 一種奇怪賠率 那 所以第二個盤就是 讓分盤 然後我們看總分盤 稍微對一個 比如說NC恐龍對SK飛龍 我記得左邊是NC恐龍 那2.0跟1.73 然後盤分是11.5 所以 總分盤 NC恐龍對SK飛龍是2.0比1.73 2.0比1.73 盤分是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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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我們 所以我說說是不是很簡單 大家只要看我前三部影片 把日本職棒的 賠率能夠抓了 就可以抓男人職棒 就完全一樣 只是把我三個網頁換下來 那等到這個 所以這個 我相信大家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日本職棒 跟男人職棒呢 這個 這個 NPB跟KBO呢 我們都已經完成了 那下一步呢 就是把威廉希爾 跟美國 這個 這個 大聯盟 把他抓完 那 我們這些影片大概就告一個段落 那接下來我們就往BAT365 那BAT365結束之後呢 如果 11月我們有空呢 我們就會繼續往這 NBA 中國自然 這個 日本自然 這個 那我希望這些影片 也許會對大家有幫助 如果大家 有喜歡寫程式 然後 而且大家真的有在下注 那男人職棒下午5點半通常要開打 那我通常都是下午兩三點我才 我才看東西 因為 這個可能是 為了這個 看盤口的變化會比較明顯 我現在看有點太早 不過 有時候賠率只是賠率而已 所以大家還是要各自這個 各自努力 那 如果大家 真的喜歡這些影片 也覺得這些東西對你有幫助 我希望你可以訂閱一下 因為我們非常需要 我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 OK 那真的謝謝大家